记者王璇情形北报道,13岁的刘姓郭忠生开学日放学后,与诗姓同学跑到斐气壮球场中,两人在屋内玩打火机烧纸和铝波包,却未将火苗熄灭,酿成火警,两人见状报警求救,警骚或报赶底,在20分钟内将火是熄灭,将两名国忠生带回警局训问,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。 警销调查,就读新北市卢州区某国中的刘姓少年与14岁的诗姓同学,发现学校附近的三层楼废气壮球场没有大门,可以随意进出二少荡城秘密基地,在里头玩耍,也邀请其他朋友到废气屋中冒险。 本月21日下午5点,两人放学后,在屋里拿起打火机焚烧饮料纸和铝波包等杂物,却未确实将火苗扑灭,就去便利商店买东西。 折返时发现秘密基地起火燃烧,火势猛烈,吓得赶紧报警。 警销货报,派出酒辆各式车辆,19名人立到场救援,索性20分钟后将火势扑灭,确认无人受控伤亡。 一、二楼燃烧面积共为15平,而一旁的书店被救灾水注波及,不少书籍毁损。 两名闯获得少年吓得不敢离开现场,待警销灭火后坦承玩火酿灾。 当场被带回警局讯问,厘清其火原因。 警销今天表示,火警地点原为铁皮加盖的撞球场,因都更规划而废弃。 里头堆满杂物,无人居住,60岁的陈姓吾主征训时表示,并无财损,不愿提告。 即求偿,但因失火罪,未公诉罪,警方训后仍以公共危险罪,嫌将两名少年送办。